第1044集 猛然间 他清醒了过来 双眼漠然地睁开 与眼前这双柔美的眼眸 重叠在一起 他突然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他的小手 一时间四目相对 两人就这样看着对方 一眼不发 情景有些诡异 两久那女孩才一声惊呼 猛地睁开了她的手 随即吃惊地看着她 你 你醒了 我醒了 她点点头 意识缓缓地清醒了过来 你昏迷了两个月了 女孩有些惊疑不定地 看着她道 我是在海边发现你的 你伤得很重 身上就像是被火烧过一样 不过你恢复得很快 现在你的身体恢复了不少 我爸都说 你活过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谢谢 她揉着自己的脑袋 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 你 你是谁啊 女孩试探地问道 我是谁 她猛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她的脑海里涌出了大片大片的记忆 她努力地再回想自己到底是谁 无数的碎片如同潮水一般的涌出 无数的拼凑的不成快的记忆 在她的脑海里面盘旋着 她努力地想要记起来点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的努力 就是想不起来一点 痛啊 脑袋里如同撕裂一般的疼痛 向她的意识中涌来 她努力地想要回忆出些什么 但不管如何努力 就是想不起来 她是谁 她从哪里来 她要到哪里去 她为什么会受伤 一切的疑问 就好像是迷一样地在她的身上 无论她如何地努力 愣是一点也想不起来 有关于她自己的一切 她从何处来 又要到何处去呢 突然间 脑海里一片撕裂一般的疼痛 让她一声大吼 一个清晰的名字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这个名字就是叶浩轩 你怎么了 女孩吓了一跳 她看到这个男人 拼命地捂着自己的脑袋 脸色苍白 一颗一颗的汗珠 就像是鱼点一样地落下来 她看起来很痛苦 没关系 想不起来可以慢慢想 你现在身体刚好 不要勉强自己 女孩连忙地安慰她 她生怕这个男人想的太多 反而会对自己的身体不好 毕竟她刚刚地恢复过来 我 我想起来了 我叫 叶浩轩 她慢慢地平静下来 她只想起了这个名字 除此之外 一切都想不起来 她仿佛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她想不起来 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去做 那场爆炸 让她气还尽毁 即使是凤魂的传承 号称有不死之身 但是这一次因为种种的原因 她的凤魂受损 凤魂甚至都被炸得七零八落 如果不是她之前的逆天的存在 气海被毁后 仍有一丝真气隐藏其中 现在她比起一个废人 都是远远地不如 其他的呢 女孩试探性地问道 不知道 叶浩轩摇摇头 她没来由地感觉到一阵烦门 或许是因为昏迷太久 所以她很烦躁 烦得想杀人 没关系 不知道的话可以慢慢想 女孩连忙安慰道 我叫许若梦 这是我家 谢谢你 叶浩轩点点头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美国最西边处 一个角落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华人聚集区 基本上全部是华夏人 你懂英语吗 许梦若问 不懂 叶浩轩摇摇头 那也没事 在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华人 这个地方就是华人的一个小城市 当然规矩还是美国的 在外面 你就可以像家一样 对了 你家是哪里的 不知道 叶浩轩摇摇头 她很茫然 没关系 慢慢来 你现在没事了吧 没事 感觉好多了 叶浩轩走下来 她刚一下来 这才尴尬地发现自己光着膀子 这在一个女孩面前 是十分的不合适的 嗯 你的衣服全毁了 许若梦的脸色通红 叶浩轩那坚毅的表情 以及极具比例的身材 让她的心跳几乎都加速了 这是我爸的旧衣服 你先将就着穿吧 许若梦取出了一件衣服 谢谢你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穿好了衣服 诶 这说也奇怪 这件衣服 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样 她穿上很合适 这里有重要的味道 叶浩轩穿好了衣服以后 这才感觉到空气里面 有着一股淡淡的药味 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家是这里唐人街 最大的一家中医馆 不过这里离前缘远着呢 你怎么知道有重要 许若梦诧异地问 闻到的 叶浩轩笑了笑 真的 不会吧 你的鼻子有这么灵吗 许若梦明显地一脸不相信 她认为叶浩轩是在跟她开玩笑 真的 我是闻到了 叶浩轩重复了一遍 好吧 许若梦咬咬头道 如果你感觉好点了 就出去走走吧 我向你介绍一下这里 另外 你真的想不起来你的家人 或者说你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了吗 一点印象都没有 叶浩轩沉默了片刻 他试着回忆一下以前的东西 但是只要他一想 他就感觉脑袋就像是爆炸了一般 尝试了数次他只得无功而返 好吧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不要再勉强了 许若梦道 你可以在这里留下 慢慢地恢复 谢谢 叶浩轩感激地说 我会尽快恢复的 不用客气 这个地方是唐人街 是美国最大的华人聚集地 大家都是华夏人 有难处肯定是要互相帮助的 走吧 跟我出去走走 好 叶浩轩点点头 和许若梦一起走出去了 走出门以后 他才发现 许若梦的家很大 至少院子很大 似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 院子里面的建筑 显得是有些古香古色 这里是仿清建筑的 看院子里的建筑 似乎是有些年头了 我家的中医是祖传的 我们迁到这里已经很久了 我爷爷辈就来了 许若梦笑道 这是附近最大的中医馆了 我家是在中医 前年我爷爷去世以后 我爸就接了他的位子 哦 对了 我们的医馆叫做医诊堂 医诊堂 名字很有意境 叶浩玄品味着这几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中医 他有很特殊的感情 是啊 医诊堂的牌子 在唐人街这里很响的 许若梦道 你为什么能闻得到药箱 要知道 我们的药堂和住宿的地方 是分开的呀 不知道 我就是闻得到 而且我觉得 对这东西还有些敏感 叶浩玄想了想 终究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能闻到药箱 不过他现在一用脑过度 就感觉到头疼 所以就索性不去想了 师姐好 途中遇到了两个身着白色练功夫的人 他们向许若梦打招呼 我爸有几个徒弟 因为他说 中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不能断 好在这里 还有人愿意学中医 中医 叶浩玄的神色有些复杂 他觉得提起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现在的中医 不比以前了 许若梦叹道 前段时间 听说医生要来美国 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没事了 可惜了 医生是谁 叶浩玄感觉到心中一跳 他听着这个名字很熟悉 哦 一位很出色的中医 我只知道他的绰号就医生 但不知道他叫什么 许若梦道 听老家的人说 他在华夏很想 用中医治好了很多弯机 说是要来美国推行中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 如果他来了就好了 中医如果能在美国发展起来 那该多好 我们老祖宗的医术 还是相当不错的 医生 叶浩玄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 他又感觉到一阵头疼 他皱了皱眉头 干脆不去想了 带着叶浩玄走过弯弯曲曲的回廊 总算是来到了一诊堂的正门 只见这是一个极大的药铺 在这里面 不管是医师 还是抓药的小伙计 都是清一色穿着白色的练功服 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是保持着很好的中医传统的 这在国外是不常见的 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诊堂前 他就是许若梦的父亲许哲 他在给一名病人交代着什么 这个地方是美国某市最大的一个唐人街 这个地方几乎全部都是华人 就算是走在路上 交谈也是用华语 这个地方简直就和华夏的国内是一样的 爸 他醒了 许若梦带着叶好轩走上来 醒了 许哲看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向前指了指 是以叶好轩坐下 伸出手啊 我看看你的病情 叶好轩一眼坐下 然后伸出了手腕 许哲伸出手在叶好轩的手腕上大了片刻 嗯 恢复得不错 许哲的医术还算是不错 他收回手道 哎哟 只是你的这个气还伤得比较严重啊 看得出来啊 你以前是会内加功夫的 而且实力还算不错 不过这气还被毁 以后你的内加功夫恐怕难以恢复了 是你救了我 叶好轩看着许哲 嗨 偶尔在海边发现你的 那天海上的风浪很大 你受的伤也很重 而且身上大面积的烧伤 不过奇怪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身上的伤好得很快啊 我倒要把你列为奇迹了 那种大面积的烧伤 就算是我用祖传的烫伤灵药 也恢复不了 不过你现在身上是一点疤痕也没有 这就奇怪了 或许是我的体质好吧 答案不言谢 叶好轩向着许哲拱拱手 你是哪里人哪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许哲问道 不清楚 叶好轩的眉头皱了皱 他现在是一点也不想用脑 因为一旦用脑的话 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脑袋 有种撕裂一般的疼痛 这 许哲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许若梦 爸 他失忆了 许若梦道 他只知道自己叫叶好轩 其他的事情一概想不起来了 竟然会这样 许哲再次伸出手 搭在了叶好轩的手腕上 这一次 他搭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点 他的眉头紧紧的锁了起来 等他收回手以后 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低头沉思了两久 他才摇摇头道 你的灵觉应该是受了伤了 中医对于这个精神失忆方面 不太擅长 我建议 你去大医院看看西医吧 他们比较擅长这个一点 回头我带他去 许若梦道 不过爸 一下 他可能要留在这里了 这个没事 都是华夏人 哈哈 须折微微一笑 如果你不急的话 可以在这里留下来 慢慢的恢复嘛 华夏人之间 还是要互相帮助的 谢谢 我会尽快地弄清楚我是谁的 叶浩璇一点头 那行 如果没事 你去休息吧 这个时候又有病人来了 许哲要为病人看病 我睡了两个月 所以现在不想睡了 叶浩璇摇摇头 或许 我可以帮你们做点事吗 哈哈哈哈 我们这里是中医诊堂 你不懂医 恐怕你做不了什么吧 许哲笑道 我可以帮你们抓药 叶浩璇 看着药柜 后面忙碌的伙计道 我觉得 我对中药很熟悉 是吗 许哲 许哲哑然地看着叶浩璇 那倒可以试试 我本来就想着 在这里多招几个伙计的 师父 是要加人了吗 最近转记 生病的人多 我抓药都抓不过来了 许哲一开口 马上有个弟子 在那里诉苦了起来 梁峰 就你累 别人都不累吗 许若梦 掰了那说话的小伙计一眼 师姐啊 我是真的挺不住了 那谁 你叫叶浩璇是吧 来来来 来这里我带你 抓药很好学的 那名叫梁峰的 生怕叶浩璇 这个免费的苦力跑了 连忙地打招呼 我去试试吧 在这里白吃白住 我不习惯 那行 那多活动一下吧 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去吧 许哲笑了笑 他开始接诊 下一位病人 你 叫叶浩璇是吧 嘿嘿嘿 认识一下 我是梁峰 我是师父的关门小弟子 梁峰倒是很热情 他拿起秤药的秤道 一诊堂的特殊之处 就是在于传统 在中药铺里面 是不用电子秤的 我们一向就是用这个 而且 师父要求比较严格 抓药的时候 要确信抓的药要精确 用这个东西秤 一分一毫都不会少 叶浩璇点头 他是一样 明白 先拿着 我教你用这个 梁峰说着 指着一张药方道 这里都是以前为单位的 以前的等于五克 比方说这个药方 地龙五前 那就是二十五克 抓药的时候要注意 十九位十八反 不过你这个 你就不用担心了 咱们师父是什么人 他当然不会犯那些错误的 梁峰说起来是喋喋不休 他也不管 叶浩璇听不听得懂 就一股脑地 把这些问题 全讲给了叶浩璇听 根本就没有半点逻辑 讲了大半天 梁峰又问道 你 你听懂了吗 没听懂 叶浩璇老老实实地回答 梁峰的双眼 慢慢地睁大 他忧愿地看了叶浩璇一眼 用心听 一定要用心听 这东西讲起来很废口舌的 我一定认真听 叶浩璇晃了晃脑袋 他觉得这家伙讲起来 根本就没有半分逻辑可言 乱七八糟的 正在讲头 他突然扯到委屈了 不过现在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于是乎这家伙又毫无逻辑地 讲了大半天 这一次 叶浩璇总算是 听出了一点端倪 不过他觉得这货讲的有些不对 听懂了 那就试试吧 来 按照这张单子上的药抓 我们的药都是有顺序的 这个药柜上都有名字 按照药材的先后顺序来 这个是蛇腿 三浅 在第二排的第三个格子里 梁峰对着药柜的一个地方 一直到 叶浩璇走过去 找到了药柜 然后伸手抓出了一把 放到了秤上 来 我教你认这个秤 梁峰拿起秤 给叶浩璇演示 但是他吃惊的发现 叶浩璇所抓的药 不多不少刚好三减 这 这么巧 梁峰有些秤目结舌的 看着秤上的数字 他感觉有些见鬼了 不可能就会这么的准确吧 但是秤上显示的很精确 不多不少 刚好是三前 而且秤杆持平 于师父平时定下的秤杆的高低 那是分毫不差 那是分毫不差 就像这一天 为什么 还有一点 我看着你